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络连接起了这段缘分 就说是个人也是比较多才多艺 正如张女士所说 张先生的确非常优秀 我们从张先生的简历中 看到的是一个有学识有素养 充满激情和才情的一个男人 大学做过英语老师 然后后来又在世界500强企业里面做过翻译高管 以及后来到珠三角地区的一个政府里面负责招商银子 基于充分的思想交流和相互欣赏 2009年张女士回国了 在和张先生又相处了一年后 他们走进了婚姻 又了一份幸福的感情坐后盾 一直想要实现更大影响的张先生 毅然辞去了政府公务员的职位 下海创办了一家传媒公司 然而随着伤害沉浮 张女士逐渐看不懂丈夫了 甚至对这份感情也产生了怀疑和恐惧 我自己也感到很困惑吧 我就觉得我好像就看不懂这个男人 我一直就是感觉就是走在刀尖上的那种感觉 甚至我是觉得好像就他可能在欺骗呢 他跟我同不能同肝苦共患难 好日子可以在一起遇到风险的压力了 就逃离 这是我最伤心的地方 曾经相互欣赏的两个人 如今在各自的眼里 已然是完全不同的面目 那么在创业的路上 他们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导致如今的相互猜疑伤心恐惧 在接下来的调解中 观察员张恒和罗秋宝两大律师 先后进入密室 四位老师轮流上阵和夫妻二人沟通 究竟是什么样的难题 让密室环节如此复杂艰难 这场调解最终能破解这些难题吗 调解即将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白燕一 欢迎白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事人 张先生和张女士 二位好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两位当事人来金牌调解的诉求 分别是什么 我们两个都是二婚 然后就是结婚 大概有个五年的时间 然后我们的那个感情和经济 现在就是都出了很严重的问题 我越来的越看不懂 这个男人也越来越看不懂 这段婚姻 无论从各个方面吧 和张先生的这段婚姻 可能是已经比较难以维持了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有一个 好聚好散吧 我的诉求两到三个方面 这段婚姻呢 从内心来说呢 觉得不想轻易放弃 如果实在呢 双方都努力了 尽力了 还是无法挽留这段婚姻的话 那么我也希望呢 也是把彼此的损失 还有情感的伤害呢 就是降低到最小的限度 第三个 因为我们这个婚姻当中 很大的原因是 由于在生意经营过程当中 公司的经营当中呢 出现了一些经济的压力 所以你们两个人 都提到一个共同的点 经济 感情 我想问 是经济的问题 引发了感情的问题 还是感情的问题 带来的经济问题 先出现感情危机 后来出现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就加重了感情危机 应该是同步进行的 就好像经济危机 互相影响 互相影响 然后就是导致就是越来越恶化 那样子 双方都非常肯定 是经济影响了他们的感情 那么这个家庭 为什么会陷入经济危机 张女士介绍 当初丈夫辞去政府公务员的职位 他其实是反对的 但张先生心意已定 他也只好全力支持 这几年 张先生除了经营公司培训项目外 也在其他领域有所涉猎 但是几年过去了 张先生的事业不但未见起色 而且还负债 家庭的经历状况不是一直不好 而且就是在几年间越来越恶化 那么资历不浅 阅历颇丰的张先生 为什么会让自己一直处在困境中呢 张女士说 是丈夫的冒进 不计后果的投资 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应该说是在14年的时候 有几件事情 一个就是说是张先生 他非要去买一台路虎车 加起来最后听他讲 是花了有个160多万 然后这个车用了有个大概一年的时间 就因为维持不了这个开支 所以就说车的损失大概有个80多万 他事情只说了一半 为什么买好车 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买车 当初就是说 我们买车 这也是我的心里面很痛的一点 因为我们做传统生意 原来我们公司的业务 就是利润不是很高了 要转型 那么手头又资金又不是很宽裕 那么资产也不多 那么从银行比如说贷款 就比较难度比较大 所以后来通过学习以后 就有很多种方法来融资 融资就是希望能做一个更好的 这个买车的关系是什么 其实买那个车的目的 其实是个工具来着 我根本就不缺车开 当时我们家里面已经软开车了 它的作用是什么 当时叫金融学家杠杆 路虎车是要翘起什么来呢 带来的是有资产 就是我名下有房 有豪车 有房子 都能买别墅 贷款银行里面不是随意放贷的 要有抵押物 所以不管名下有什么 不管名下有什么 对于夫妻生活 家庭生活来讲 最重要的一点 我拖得起吗 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 就想融资 融到了吗 没有 我们被骗了 可以的 这个是一个虚拟货币的投资 比如说是有人 做了一个虚拟货币的盘这样子 然后之后他圈了钱就跑掉了 然后包括就是我们的投资 张燕生的投资 还有就是我们一些朋友的投资 就等于说是全部都亏在这里面 所以当然 你们的损失有多少 车的损失大概有个八十多万 然后应该虚拟货币投资那边 应该有个几十万吧 这两件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然后就是导致整个经济 就家庭经济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他买豪车这个事情 虽然我不支持 但是他非要去做 我觉得我是非常无奈的 我只能就说我看着这个事情发生 你觉得以你们当时的财务状况 家庭的状况 可以做这两件事吗 做不了的 根本做不了的 所以一旦出现问题 就接不住 对 贷款买豪车投资 投资又不幸被骗 这两项损失 直接让这个家面临崩盘 对此张女士虽然既气愤又埋怨 但为了寻求转息 她做出一个至今都让她后悔的决定 就家庭经济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所以就是那时候我就 就同意说把我的房产 婚前房产 向银行做抵押贷款 110万 当时张先生可能也是挺消沉的 还是想在危难的时候支撑一把 是吗 房子抵押 能弄点钱 也是一个挽救这个家庭的一个权益之计 所以就同意了 但事实是我抵押了房产之后 她仍然没有能力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相反还把所有的问题越来越糟糕 感觉好像她就觉得自己一下子又有钱了似的那样子 并没有危机感 对 又是投资呀 消费呀 然后又是那种很大手大脚的 这个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害怕吧 对她不还钱那银行收我的房子 结果呢 结果就是这个贷款下来不到半年的时间 也就是在15年年底 张先生就告诉我钱都花完了 钱真的是去到哪了 我也不清楚 钱花完了是什么概念 反正她就告诉我 就说是又没有钱用了 包括就说到12月 因为那个银行抵押的110万的贷款 可能每个月要还个一万多块钱吧 她就比如说 我现在没钱 那个贷款的每个月要付的钱 我可能都还不上你的房子 要被银行收走了 怎么怎么的 她就经常来跟我去说这些话 将婚前房产抵押给银行还债 这对于谨慎保守 人到中年的张女士来说 几乎是孤注一掷的行为 然而110万元的贷款 不但没能解决问题 反倒将它陷入更大的危机当中 那么这110万的贷款 到底去了哪里 对于妻子近乎设身取义的行为 张先生是如何看待的呢 首先他这份来用房子的抵押 不是他自愿的 某种情况下说是一种被迫的 他也应该有些个人的因素在里面 他是他的朋友吗 欠那个朋友的人情吗 你的意思是他抵押贷款的这个钱 也可以拿去还朋友了吗 当然是 所以这就是我要说明的 好 110万去了哪里 还掉 他欠的朋友钱20万 我当时也有20万 剩下70万当中 他就把他的信用卡就还了 其实我从他手里面断断续续 给到我手上的是多少钱呢 53万 那么53万我们最初不是设计 是做熟悉做个生意吗 再次投资 对做一个比较稳妥的生意项目 通过项目赚钱 再来把前面的一些改变这种比较差的 这一次的投资结果怎么样 这次投资结果好了 是这样 根本其实就没投资 为什么 算笔账吗 我还明显还有房子吗 工房子吗 还有保险 还有社保 招待 还有公司 我还有公司场地 场地费 还有员工的工资 光是银行的利息 这块成本就每个月4万 再加上公司的运营 包括我们日常的 一个月大概是6万块钱 算一算 从5月份贷款下来 就算到8个月 不算到现在的话 一个月6万块钱开支 8个月 也所剩无几 他讲到了很多很多的开支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 都是属于他个人方面的开支 就比如说 什么信用卡的利息 家庭的招待 开支之类的这些 一个关键问题 赵先生 这8个月 没有其他的镜像吗 没有 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怎么会糟糕到这个地步 这不叫糟糕 就是当时是这样 因为当初我们定下了一个方向 就是我什么项目都不参加 不做 不去再去乱投资了 我作为主导 我在设计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是别人要投资 投资我的 这8个月的时间 你是在孵化是吗 对 后来中途 他的干预 把这个项目夭折了 他怎么让这个项目夭折的 老板决定投资了 是500万嘛 合同里面写好 嫌疾也出了 我刚才讲了 12月2号 我跟他发生一个冲突 第三天早上 他就离家出走了 就把我的车也开走了 把东西都带走了 不辞而别嘛 执意呢 就是要分手啊 或者不愿意承担风险呢 等等 我能理解他 好了 这个项目开始 那个老板呢 担心投钱 结果后来呢 我去找他要钱的时候呢 就是 我又不想投资 我说为什么 他就打开手机给我看 里面有微信 就是我太太发过去的 在那里面 他把我描绘 描绘成一个恶魔 一个无赖 一个骗子 这事就停止了 对 一年的薰血 并且我投这么多钱的项目 夭折了 是当时发生了矛盾 然后他打了我 他当时是有很多负债的 这样子的情况 我就告诉了 他那个合伙人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就想 泄愤 那你接受张先生所说的是 因为你的原因 所以 我不认为是我的原因 首先就说 他的投资员是个生意人 如果说是个很好的项目 我想他的投资人 并不会因为我的一条短线 而去放弃这个项目 即使一个投资人放弃 还有很多人 也许愿意去投资 他这个项目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他做生意的 一个特点吧 就我认为好 就好好好 结果就得到了 一个很差的结果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 在做生意这方面 生意这些时间很短的 以前都是在政府 高校里面工作 所以跟我过去 经历比较 我比较信任别人 风控意识不强 自己太乐观了 这可可能跟个人的性格 跟我的性格有关 比较自信 都觉得看的 都是看美好的可能性的 我做什么都会他的反对 他第一个是反对的 他看到的可能 他觉得这是风险 这是他的特质 没有鼓励 只是泼冷水 不断泼冷水 其实我够坚强的了 我很多的朋友都说 我是小强来着 你知道吗 就是之前做的很多事情 已经让我对他产生了不信任 你的意思是 是因为你之前的表现 决定了我的态度 对 张先生的解释 在他看来合情合理 但他的这些话 却让妻子更加失望 张女士说 其实他们之所以在债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投资失误 这是原因之一 而丈夫的挥霍浪费 浮夸虚荣 才是这个家庭永远都填不满的黑洞 反正请客吃饭了 买一些就是 至少我认为当时用不到的东西了 就是每出一款新的手机 他都会买最新款的 而车也是 我一点都不否认 就是包括我 比如说用的产品啊 车品牌啊 手表啊 电脑啊 等等 都会注重品牌 甚至是一线品牌 从95年到现在 我都混了13台车 现在是第15台 还不是第17台车 买手机机器钱 包括费用加起来 差不多应该有100万 我的消费官其实很 我要这样合上我的下巴 我不是炫耀自己 只是至少 我在过去的工作当中 我有办法来支撑吗 没有带来什么危机 是吗 有什么危机吗 我那支付的企业 我通过合法的收入 来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他这么说 我就想问 他目前的这么多 负债是哪来的 如果说是 他花的那些钱 都是他挣来的 他为什么会有 这么多的负债 他觉得他有的能力 是因为他这些东西 到手了 但是到手了 那就是包括 就是说用借来的钱呢 像银行做的贷款呢 包括就是说 是向别人借的钱 来去支撑他这些高消费 所以但是 先预知是吗 全部都是预知的呀 他一点不着急 我觉得他多少年 都是这样子过来的 他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甚至就说 他也曾经说到目标 我的目标是要付价两个亿 我要付价两个亿就好了 可能又你说 这人类因为有梦想而伟大 有追求吗 没有追求可能就是 对吧 其实我就是希望去创业 是吧 所以对 可能我也不否认 对一些物质啊 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高的一些追求 正如妻子所说 张先生对自己不同常人的消费和投资理念 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他觉得追求梦想和对生活品质有所要求 不应该成为妻子离开他的理由 那么在张先生的心里 妻子坚持离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夫妻走到一起 就是应该同甘苦共患难 他不认为 有一次我又要用一笔钱 他当时也很积极的 他就当时我借给你 这用词 我借给你 你明天还我 我说可以 我不用到别的很远的地方去取钱了 他在取的时候 后来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 你现在就把借条给我写给我 二十火魔三掌 我转脸就走了 你即使是夫妻的话 那你的钱是你的 我的钱是我的 我的钱并不是说他给我的 很多是我自己的钱呀 我跟你领了一个结婚证 我就是你的保姆 钱包 我认为他对婚姻的理解 就是和我差异太大了 为了挽救这段婚姻 我们争吵过以后 他决定跟我分手以后 我一直独自在担当 一个月六万 意味什么 现在四个月又是 给你三十万一个投进去 不付这个钱 他的房子就被收走了 我想保他的房子 我不想给他造成伤害 这就是我愿意担当的 你可以从情感这个角度 谈一下吗 首先我承认呢 作为一个先生 没有带来你想要的那种婚姻吧 让你失望 我自己内心也挺内疚的 如果我们的婚姻解体了 我相信对她的伤害 对我伤害都会非常大 我其实也不忍心 看到一个中年的一个女人 由于认识我 情感上受到伤害 财产也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我从她的内心真的不想 但是我一个人真的好难坚持 给我一些时间 对她所说的什么 因为我离开 她需要独自一个人 去负担多少多少的那些费用 那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我不离开 这些费用 那就是谁来负担 我觉得我负担不起 她那样子的生活 我也负担不起 她的那样子的债务 考虑到她目前的经济能力 我愿意给她三到五年的时间 之前有曾经签协议 就是说在我要求的情况下 她应该随时去 给我的房子做解除抵押 另外一个就是 她也是用我的信用卡 有刷过十万块钱 曾经向我姐姐借十万块钱 希望她能够归还 其他的所有的东西 不跟她计较 刚才在张先生跟你说 那番她内心话的时候 有一句话 她说对于 因为她给你这个年龄的女人 带来了这样的生活 她感觉到抱歉和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句话 我觉得是我自找吧 由于对丈夫已失望至极 张女士如今的态度就是 之前任命 从此厘清 对她而言 她既没有兴趣和丈夫一起追梦 更没有能力和她共同承担巨额的债务 还有继续折腾的风险 张女士此时的性态 观察员观文完全能够理解 她下面的这番话让张先生听得愤愤不平 明明的那么大一个坑在那 您自个儿还在坑里头呢 你还对她招手说来快下来 只要你下来之后的话 我们两人就能跳上去 她就会反问一句 为什么你不先跳上来之后 再来跟我讨论将来呢 如果你真的很爱她 您还会觉得说 我确实有点挺对不起这个女人的 好像和我在一起 你没过上什么好日子 尽管我努力了 但是可能我个人的机遇问题 或者能力选择上出现的问题 所以我并没有把当初 娶你回家的那份爱的承诺 能够用实际行动来进行 如果说今天张先生 您的内心其实是有这样的一种认识的话 您身边这个女人要和您风险 共担的概率会大很多很多 但是正是因为您内心不仅没有这个认识 也许您还觉得说 确实夫妻之间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义务 就应该是要彼此共同来承担 那么作为一个女人 她站在她的角度上 做了这样的一些盘算之后 她就会觉得不甘心了 我亏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担呢 我宁愿来一个止损计划 就是过去亏了的我就亏了 但是不好意思 从今以后再亏的我就不亏了 所以关键就看您站哪个角度 去分析这样的一段情感关系 我可以来算笔账吗 您说的 因为确实是很抱歉 认可就是观察员讲的说法 我觉得她讲的确实是我心里 是这样的想法 有几个小问题明确一下 比方您所说的用于抵押贷款的房屋 您婚前完全的个人财产 婚前完全的个人财产 没有任何的负债 没有任何的未还新的钱的那种 我之所以说这个问题 就是为了回忆男方所说的 夫妻嘛 应当共患难 共担风险 对不对 对 但这个话忽略了一个前提 共患难和共担风险的基础是什么 应当是夫妻的共同积累 女方用她婚前的个人财产 这个财产的产生 男方可以明确地说 你对这个是没有贡献的 对于您没有贡献的 参与贡献的 女方的婚前的个人财产 她拿出来与你共担了风险 本身第一 她没有这个义务 无论是道理上还是法律上 她没有这个义务 第二 她拿出来了 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就有关你们提到的几个债务问题 我想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 就现在男方当事人 现在目前所发生的一些债务 是不是在你们领证以后所发生的 大部分 男方当事人 你自己认为 这些责任 我一个爷们 我全担了 这跟你没有关系 其实女方当事人 假如说没有证据来证明 民间的那些借贷 或者朋友的借款 没有来明确约定 这是一方借债的话 一般来讲 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这是一个问题 假如说你那笔用 房产进行抵押的银行贷款 到期不能够偿还的话 其实最后的风险 银行不会等你去还钱 当预期到一定的时候的时候 他必须要启动法律程序 这套房产就要进行拍卖 就要进行拍卖 也就是说这些风险 不像男方当事人想的那样 你想那样做就那样做的 法律是有规定的 假如那些债务 在你们婚姻关系 选取期间 所建的债务 又是用来进行公司 或者说没有其他证据 来证明是一方借的债的话 那么女方当事人 不仅要承担房屋 被拍卖的风险 还要被追债的风险 即便你们离了婚 它同样会成为被告 我们年龄相反 我也是跟你最后一次下海 差不多的时间段辞职的 恐怕我们要分享一下 有助于你后面去取得成功 那么我觉得你的投资 就是说今天花明天的钱 用别人的钱 办我们自己的事 只要能借得到 能借得到银行的钱 就是本事 所以说那些钞票在空中 飞来飞去不能落地 在你的投资理念当中 为什么会惨遭这样的一个结局 就是你的泡沫太多了 这个投资的观念 理念 我个人认为是错误的 那么从感情的角度 我会觉得 如果我和您生活在一起 我觉得您是一个有锐度 但是没有温度的人 您可以去做一个打不死的小枪 可是 您没有必要把全家都拉成小枪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 都喜欢把人生过成一个刺激的过山车 而有的人可能就觉得我的人生就在湖面上滑滑船就好了 我想这个正是您的妻子所不能够承受 他只是想 在未来的人生中 平静 有序的把日子过完 张先生 您的生活整个就是一场大秀 包括说您买车也好 说追求各种各样的这个生活也好 我从来都不否认一个人 就是说要去追求良好的这个生活品质 但是 您在追求良好生活品质的同时 您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种秀 到了这个年龄了 咱们不可以活得稍微 接点地气吗 这样的话会让您身边的人 也觉得很轻松 您是一个活得很有色彩 很有朝气的人 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否认 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 有的时候把颜色卸下来了 才是本来的自己 才是本来的世界 张女士 刚才在您说到这个 是我自找的 然后山然泪下的时候 真的心感觉被揪了一把 但是我很提您高兴 能够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去 认识到自己的人生 要由自己来买单 今天我想问一下 就是张女士张先生 您给他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房屋的经济损失 而且还有可能信用作损失 这个责任由谁来去承担 谁造成谁承担吗 我觉得正常第一 我是第一责任人 他 您觉得他不应该承担应有的责任吗 应该 是 应该承担多少呢 这不是我说的 是法律说的算吗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跟你谈离婚吗 张先生 就是因为您的刚才这个态度 您的这个态度 其实是他想跟您谈离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有福可以大家想 有难 我在后边鼓励着你来去当 我通过整场看 我觉得张先生真的不是人品问题 张先生我真的觉得您的梦想 您的状态 让我感觉特别像一个充满了理想 对人生充满了幻想的一个孩子 很有色彩 很有朝气 对自己也很有期待 但忽略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想用南怀锦先生的一句话送给你 人生有三个错误不能犯 得薄而未尊 至少而磨大 力小而任重 人生就是一场豪赌 对于很多人来说 输赢可能是金钱 但是在人生的这个赌局上 筹码是什么 筹码是情感 是家庭 是资本 是物质 至少到今天 我看到张先生的这场豪赌 没有得到您的满意 但是筹码却越来越少 白老师的话 进一步解释了妻子要逃离这段婚姻的原因 调解到此 这段婚姻是否继续 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张女士手上 厂商的各位老师也没有对他们婚姻的走向给出明确的建议 在接下来的密室环节 犹豫不决的张女士向关文提出了一个一直横跟在他心中的疑问 之前经过很多事情我现在对他完全都没有信任 不信任他的人品 但是就说白老师他给我的答案其实很明确 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人的人品是没有问题的 对 您呢 您呢 站在我们外人看来 他其实是有很多缺点的男人 但是如果单纯把他在投资当中的这种有点自私啊 有些这种好高骛远啊等等 这些单纯的把他变为一种人品上的否定的话 我觉得我也没有去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就是不是说他站在一个 比如说去骗你的钱 或者说是从你这儿捞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我觉得他不是这个出发点 对于丈夫 张女士的确是有些防备过度了 再次得到这样的答案后 张女士似乎轻松了不少 那么今天他有没有可能在看到丈夫改变的前提下 重新考虑离婚的决定呢 我现在面对的这样子的问题 我想通过离婚来解决 可能也是解决不了的 对 那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 比如拿三个月或者六个月的这个考察期 在这个关键点当中呢 我第一反省我自己的这个存在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对他的信任和鼓励是不是不够啊 同时他也拿出他应该有的态度来 那么在这六个月的考察期之后 我们再来一定程度上再去考虑我们这段婚姻的这个走向 可以考虑但是其实我还是很担心的 对那么如果说在可以考虑的前提之下 我们能够通过一些别的方式去规避一些风险 什么样的法律方面的 基于对这份感情还是有所不舍 张女士表示了可以考虑 但接下来他又告诉我 在他给丈夫机会的时间里 他害怕以丈夫的刑事方式 很有可能又出现新的债务 让他共同承担 对于张女士的担忧 律师张恒给了具体的解决思路 你们两个此时此刻 要做一个资产负债表 明确在此时此刻有哪些债务 以这个时间点的债务为限 今后如果南方产生了其他债务 全部由他个人承诺 但是承诺归承诺 承诺怎么兑现 尽管有办法解决这个担忧 但张女士还是对丈夫不太有信心 针对妻子的心理 心理老师苏丹和张先生开始了沟通 调解到现在 大家觉得只有张先生 能够真正的转变观念 理解妻子 才有可能让张女士 重拾对她的信心 你说夫妻朋友一提 他为什么不让我与我共担 我是这样对你的 我是先付出的呀 我觉得他比我好一百 比我可以这么不夸张的说 父母买车 给你买商量 学习什么东西 我给他买衣服 买什么手机 买等等 我买的他不信 而且还骂我 对呀 你给的都是人家不想要的 对了 这话说的对了 想要的是什么 想要的是你能落地 而你给他的就是说 我要 我带你飞 你爱对方 你要给对方 你想要的东西 那么你现在在要求他爱你 给你想要的东西 就这样 是不是 人至中年的时候 有梦想更不容易 所以我特别欣赏你 夸完了之后 我们年归正赚 实际上你很需要一个职业指导 但是作为在商场上面 我承认我是个小学生来的 经过老师们的努力 此刻张先生似乎有所触动 开始直面自己的问题 但接下来到底怎么做 才能度过眼前的危机 为这段婚姻赢得希望 律师罗九宝将夫妻二人 叫到了蔑市 就张先生的现状 讨论和商议 最合理的解决方案 同意欠钱还钱 我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两个这种信用风险 是最大的 这个你说的是有道理 当然银行的钱 现在应该是 我们两个可能 你会黑名呢 我会黑名呢 我们还有法律的 承担法律的刑事责任 那么现在我们要截留 就是钱 尽量不要流出去 他就想到这么个方案 第一 把那台车 进行处理掉 这样的话 按揭款就不用再付了 还有一些盈余过来 还有一些回款进来 第二 把你 把你家那个 把你的那套房子 抵押的那套房子 处理掉 处理这个资产 紧急这个 变现 167万吧 167万好吧 167万左右 那么用其中的 110万 把银行的贷款给还了 这块支付利息就没有了 他写这条 欠110万 这是他想的 剩余的就是 余额由您掌管 这是资产处置 假如不这样做的话 可能债务会进一步的恶化 经过四位老师 近两个小时的努力 密室出来 工作人员综合密室里的情况 起草了一份协议 那么这份协议 能否打消张女士的诸多故女 让她重新考虑这份感情呢 男女双方同意 调解后 将现登记在女方名下的 家用轿车出售 售车款 优先用于偿还 男方欠女方姐姐的 欠款本息 余款用于偿还 双方婚后购车 所欠银行贷款本息 将现登记男方儿子名下的 家用轿车出售 售车款全部用于偿还 双方婚后购车 所欠银行贷款本息 第二 女方同意出售 名下婚前个人房产 受房款优先偿还 该房屋抵押贷款本息 余款归女方所有 并仍属于女方婚前 及婚后个人财产 三 男方今后投资经营事业 需告知并征得女方同意 否则产生的债务均属于 男方婚后个人债务 四 男女双方共同承诺 今后互相关心关爱 积极沟通 共同经营好婚姻和生活 今天呢 对我来说 确实是非常棒的 结果我们心里都明白了 我们各自身上 存在了什么问题 或者我们还有哪些地方 需要改善的 或者提升的 你陪我走过风风雨雨吧 很感恩你 特别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其实过去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 可能忽略了你的那份支持 忽略了你的感受 对不起 男朋友 反正就说 可能是对你的 也是有很多的误会 跟你闹情绪啊什么的 也有很多我自己的原因 所以我也愿意去 做出改变 我也会 努力 对不起 对于过去发生的一切 张先生的确欠妻子一句对不起 有难来临 作为夫妻 当然谁都不应该撇下对方逃离 但是 所有共患难的基础 是看得到对方的感恩之心 还有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希望 调解结束后 张先生给我们发来了微信 再次表示的感谢 不过他告诉我们 回去后 妻子对于卖房子这件事 还是有所犹豫 我们也希望 张先生能有机会 通过别的方式 还掉房贷 夫妻二人合力把损失减到最小 尽快摆脱困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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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